美国东部最大输油管营运商近来遭到駭客攻击 担心燃料供应发生问题 美东出现恐慌性加油潮 这起油管商被害事件发生在上周五 駭客对美国最大燃油管线营运业商殖民管线公司 发动勒索软体攻击导致输油系统中断 白宫目前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放宽燃油路路传输限制 并全力协助殖民管线公司恢复正常运作 根据美国当局调查发动駭客攻击的幕后主谋 名叫黑暗面据点在俄罗斯 黑暗面则发表声明强调自己的目的是钱 而非制造社会纷绕 装设综合报道